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从你一开始选婚纱馆到你整个婚纱相册出来的过程中 需要注意的一些小事物 哈喽大家好我是JoJo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我哦 第一个就是在你选婚纱馆的时候 你要记得带一支笔跟一个小布子去 为什么要带笔跟小布子去呢 就是主要是记录下来 你签的配套有些什么东西 很多人遇到一些问题的就是 在你签的时候 那个婚纱馆的人跟你介绍讲 那你的婚纱是任选的 可是到了你真正选婚纱的当天 你好不容易看中那几件 他就跟你说 哦不好意思小姐 这件是VIP才可以选 然后那件是VIP才可以选 你可以选择uprate你的婚纱配套 或者是加多少钱多少钱来选择这件婚纱 天呐 你在介绍我婚纱配套的时候 你跟我说的是任选 然后现在才跟我说 啊这件要加钱那件要加钱 还是要uprate你的婚纱配套 什么之类才可以选 如果这时候你们才来吵的话 我只可以说太迟了 毕竟你没有办法证明 当时讲是任选这两个人 所以为了避免这种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你最好是反骗 他一直比一个小布子写下来 他所给你的那些配套 然后最好是在他面前写下来 毕竟他也有看到你记录下来 他也不敢骗你嘛是不是 然后第二个就是在选婚纱的时候 新娘记得要带new bra 跟肉身的紧身裤 很多新娘都认为为什么要带new bra 那个婚纱本身都有那个spa了嘛 都不会走光 干嘛还要麻烦去带new bra 其实new bra可以帮你push up 所以在试婚纱的时候就会看到你最后穿出来的那个效果 是不是你想要的那种效果 已经像我们这些 没有生产的人 有些是不适合我们的 至于为什么要带肉色的紧身裤呢 就是因为避免尴尬发生 讲讲尴尬发生就是你在适应有些婚纱 其实有些婚纱蛮薄的 坦白讲 所以如果你试着去搞外面有工作人员 你当天穿的那三角形的颜色就是很明显的呜 所以为了避免这些小感觉 你只要是带一个肉色紧身裤去啦 为什么不要带黑色的呢 因为毕竟黑色有时候你穿出来也是蛮明显一下的 第三个就是在你拍婚纱照的前夕 就是前一晚尽量少喝水 就是尽量在睡之前喝水 跟你的晚餐尽量不要太重口味 意思讲就是不要太咸的也不要太辣的 如果你是太重口味的话 各天你早上起来明天会重 然后变成你整个早上拍的婚纱照 你会脸都超肿的 然后你会后悔咯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在选婚纱照的时候 因为婚纱照 那些人也是エディ好了 不会叫你去选嘛是不是 你一定要带一个有主见的朋友过去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只有你跟你的新郎的话 通常新郎在看到婚纱照就讲 哦你开心咯 你喜欢咯 我觉得不错啊 嗯这个可以啊 他就没有办法给到一个你真正很 就讲这个不要 这个要 这个流 还是这个不流 他没有办法给到你这个很肯定的那个答案 所以你必须要自己在那边纠结很久 所以这个时候 朋友是很重要的 你一定要带一个很有主见很有想法的朋友去 他直接马上跟你讲 诶这个不要 嗯这个很类型 这个不要 OK这个保留 这个还是这个 要这个 还是这个不要 他可以马上给到你答案 一边你也是拍婚纱那个人 所以你对自己那些照片你也是会很纠结 如果有一个很有主见的朋友帮你的话 真的剩下不少的麻烦 一个人的时间 好啦今天分享就到这边 希望你们会喜欢我的影片呢 也希望我的影片可以帮到你们一点点小吗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点个赞 还有不要忘记订阅我 拜拜 明cons Romeo 臭 四 五 五